谢娜又出丑闻了 这对夫妻的明星之路还能长久吗 近日张杰和谢娜再次冲上了热搜 而且也是以唯一名叫H的网友 称自己被张杰和谢娜跳单威胁了 这位网友称这对夫妻曾委托她买房子 在上海看中了一套公寓 大概是指六千多万 当时两人看完放张杰以谢娜不喜欢为优 没有买下这套房子 然而等到半年之后 这名中介却发现这套房子 竟然已经被两人买走了 因此这名中介认为这两人跳单了 根据当时的价钱 如果两人没有跳单的话 那么这名中介能拿到几十万的中介费 而当中介打算起诉他们的时候 竟然还遭遇到两人的威胁 有律师找到这名中介 告诉他如果感谢了张杰谢娜的信息 就把他抓进监狱里 以张杰谢娜的人脉来看 这也不是可能的事情 这名中介也非常害怕 于是为了避免威胁去了国外 却没想到感染了新冠疫情 重病之下他也彻底绝望 直接说自己什么也不怕了 拿出两人看房的照片实锤 这也让人十分愤怒 明星在社会上掌握的资源确实比较多 但得了便宜还仗势其人 难免有些太不厚道 而在舆论慢慢地发酵之后 沉默很久的两人悄悄地发了个律师函 为什么说是悄悄呢 因为两人和工作室都没转发 而这封律师函同篇也很强势 一是再说这是虚假信息 还说这种中介侵犯了两人的肖像权 还警告大家立即删住相关内容 不过网友们也是两种态度 一种是高昂的中介费引起大家的反感 认为中介费太不合理 六千万的房子中介费都得大几十万 不愿意出也是理所当然 张杰谢娜如果自己找房子谈价钱 不住这笔钱也是合情合理 但两人既然享受了中介带来的便利 那就应该出这笔钱 毕竟如果没有中介在里面牵线搭桥 两人估计也接触不到这套房源 而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也让人不耻 还因为害怕曝光去威胁中介 导致人家跑到国外换上新冠 难免让人觉得厌恶 不过从目前的证据来看 很难确定两人有没有真的跳单 最终还要等官方调查回应 但不少网友却纷纷找对 觉得这确实向谢娜做出来的事 毕竟她这么多年疯狂立抠门人设 已经成为她身上的标签了 从她出道起关于她抠门的事就一件进一件 这当时谢娜还没走红的时候 沈腾过生日她和何久一起去参加 没想到自己喝醉酒后马吃前提 竟然自己去把账给结了 第二天酒醒后她就后悔了 一直去找沈腾要钱 明立案里的内涵沈腾还钱 还在综艺上多次提起 整个沈腾都有些无语了 而沈叔叔还钱也成了谢娜的口头禅 这件事不仅闹得圈内人众所周知 就连观众都记忆犹新 而谢娜也曾亲口承认过 自己会在结账的时候淘单 当初她参加了一档综艺叫妻子的浪漫旅行 一行人去购物的时候 谢娜却去了洗手间 让包文静帮着垫付 而一旁的袁友仪说了一句 那姐又没带卡对吧 这个柚子用的也十分精妙 一句话暴露了她的人品 而关于谢娜够门闹得最严重的一件事 估计就是谢娜借包文静奥元 还人民币的事了 当时在节目中谢娜看中了一个三万的包 但是当时她没有贷钱 就借来了包文静的卡 在得知这张卡是包贝尔的时候 更是毫不犹豫地将卡刷包 回国后谢娜也一直没想着还 直到包文静有意无意提起这一查 而谢娜却还了包文静三万人民币 但她当时刷的可是奥元 一奥元相当五元人民币 这小算盘打得也是真好 而在包文静公开问谢娜要钱的时候 谢娜反而吐槽包文静斤斤斤计较 我觉得吧 包文静实在是太计较了 要我都不好意思提醒 我就说已经收到了 我把张杰的那个微信推给你 你去管杰哥要钱 就连张子怡都笑着说 他们家就是要占便宜的 这也能出谢娜在娱乐圈 爱占便宜的事已经人尽皆知 得了便宜还是吐槽别人斤斤计较 这样的行为未免太不厚道 就联合谢娜关系很好的何久 也表示向谢娜借钱不叫借而叫诉 他爆料谢娜曾经多次向她借钱应急 但事后却并没有还 因为这些都是小钱 所以何久没有提谢娜也没有还 只能说幸好何久有钱不跟她计较 他们的友谊才能继续存在 不然换个人谢娜这种行为 估计都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而这件事爆出也很符合谢娜的作风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 那么两人可能还是面临起诉 估计谢娜现在也很慌张吧 毕竟她从二代之后就人气下降 而且现在快乐大本营也没有了 而她的黑料现在也漫天飞 从曾经的太阳女神到现在万人才 估计她现在也很着急上火 也希望明星在赚钱的同时 能够有基本的道德感吧 大家觉得张杰谢娜的事是真的吗 欢迎进行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